我们反正一般就是大中化的吧 反正就是感觉精气神这块 感觉像缺了啥 今天来相亲的大姐真不一般啊 本来在相亲平台上看到大哥的资料 觉得这个大哥不错 谁知一见面 怎么就这么天差地别啊 长得也不咋地 还没有精神 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令大姐大失所望 这就是图片与见面一看的差别啊 图片最美 资料最完美 都不是真实的存在 只有通过真实看懂 真实感受到 才知道真人与自己所想的不一样 因为图片是静止的 就经过美颜的 资料上也是只说好的 而看到现实的人是那么真实 所以相亲还是要先见面才可靠 特别是老年相亲 你就更要看了才知道 否则会闹出不少笑话 这是你家弟啊 我弟哥 那你家在哪啊 这个头 后方眼尔 后方眼尔 今天来相亲的大哥叫张庆范张大哥 53岁 丧傲家有一厢五母店 有平房60平米 大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农民 红娘来见大哥 大哥还在看自己的耕地呢 你看那你还没干你吗 这干我堵上了 你没拿敲啥的呀 没拿 六个手掏不掏吧 哎 这这么的他就往后躺了 当然除了重点 平时空前时间就去外面打打零工 都干啥了 去年赶紧 你们长春香水 腰香水 就那个水鱼路 九道 真的多喝那个 一天一半五 反正一年也挣不少 大哥也会开车 还是老司机 而且还开过不少车型 头一个是面包吧 左转 第二个是那个接拉 第三个那个叫 那是什么 那是 咋办呀 开车干啥呀 有时候出租物 跑活了当 那咋不干的呢 都是要包废群的 然后都卖废群 大哥虽地不多 但农用机械设备可不少 自己家院子放不下 既放在弟弟的院子里 大哥那你地也不多 你挣那么多这玩意咋呀 那你没有东西 你到现在你听力一下 那这别人 顾别人你不想 顾那你不得花钱 你顾这一年一千五千 你六年六千五千 你买这套能使用吗 今年二十年呢 买完就是自己的了 那可玩 看得出来 大哥也是个会过日子的人 大哥家里还有豆腐作放 大哥以前可是远近闻名的豆腐老板呢 你别先做豆腐 做豆腐呀 锅 豆腐和豆腐 现在就这个豆腐 你怕能做豆腐 那这个大东西是啥呀 这锅就是老豆腐制的嘛 这个豆腐 过豆腐嘛 得往处过渣的嘛 也是做豆腐用的 嗯 然后这个就是你当年的豆腐 豆腐 八九年不嫩了 他也 他也受冷落了 就变成这样了 这是没办法了 你做豆腐 你做豆腐 你做豆腐我哥哥忙不过来 你要是我要出外买豆腐去 家里都对他不会啥 但是妈妈吃豆腐太多 累不累你做豆腐 买豆腐 那是最辛苦 那你没说嘛 撑传打铁 做豆腐这是三辣 做豆腐为啥苦啊 有的话 你得起早 那你一半夜你吃不了它 几点起 最早是12点半 半夜12点半 起床做豆腐 嗯 为什么呀那么早起来 人家是五六点钟 要是用豆腐 说定了 说你人家几点用豆腐 你得算你几个小时都给整出来 那你做了多少 几千二十 做豆腐挣钱不 还行 最半的也 那你应该给他点钱呀 虽然现在闲置八九年了 但也做了二十年的豆腐老板 做豆腐辛苦是辛苦 但也赚了不少 但因为老伴得病 为了老伴治病 基本上都花光了 赚钱都要他给找了 我06年盖的房子 盖完房子正好那年他得脑书 得脑书书 那里长年吃药 一二年年得脑书学吃 你没想我这前年你都要他找 他得脑书学 这个中二年呢是九天花了十一万 回来再发工他得整个万吧 十二十万 九天就花了十一万 在当时对于一个庄家汉来说 真也是个天文数字啊 关键是还人才两宫 你就是我应该就是给房地都买了 他活着去 他有口气都看他 那他就不回来 而且老伴自己走了 也没给他留下一儿伴女 那他就结扎了 三个孩子呢 原来大哥这个妻子是二婚 刚刚在一起的时候知道你结扎了吗 知道 说我们俩眼睛来的 说那什么啊 过好一点就是能结 别说结了 没等结呢 他等就等我说完了 妻子生过三个孩子 结扎了 但如果两人日子过好了 还是可以想办法带孩子的 但妻子后面的病 来不及生孩子就病了 为什么大哥娶个二婚的妻子呢 因为大哥自己也是二婚 第一任妻子结婚一年后就离婚了 而且离婚后过了十多年后 才找到第二任妻子 那你不为啥个第一个喜欢你 和我十多年都没找啊 买完都伤口了 伤口了 那就是不相信女人了 那啥子 别不闹 她出轨被我抓住了 原来是第一任妻子出轨 伤透了她的心 她都不想再结婚了 后面娶第二任妻子 也是父母逼迫采取的 哎大哥啊 婚事结了两次 结局是一离一子 还无女无女 这把年纪了 就剩自己孤身一人 大哥随嘴上说 无儿无女清静 你其实没有孩子 我可以也亲 也亲你 这是无能的想法 是吧 哈哈哈哈 要是也不能那么说 都是缘分吧 呵呵呵 但那也是没办法是啊 还说现在感觉还好多了 刚开始两年更难受 就是她走那头二年大十岁 一把年纪都不敢 你都不好意思出门 你一出门一行 你上谁家去 你上人家坐一会儿吧 人家还有家 你在有一个抛嘴子 走上人家坐啥 人家跑别人老科吧 你跟男人老科 你总去 人家也行有啥想法 你总上我家来干啥 你一个老婆 是不是 那个 这个咱们得避嫌 你不能说一样人家说 出门都没地方去 只能选择钓鱼 来打发业余时间 这以前我没什么 待不住就拿个钓鱼 像别人家经常闯门不方便 人家实在待不过 对 在有陵险的时候去钓钓鱼 你上个家 坐以后我可不去 一个人的日子真不好过 大哥还年轻 还要再找个老伴才行啊 那他想找个啥样的老伴呢 就是能过家这种 你就是 你身高模样 你就是啥也不听 能做个饭就行 我干活不干活都行 我干活我能干 最近我哥哥我也干了 他能干你干不能干你 就给我做个饭 大哥虽然是农民 但他的乡亲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其中一个叫王丽萍王大姐 他对红娘说想了解张大哥 于是红娘来见王大姐 是王丽萍王姐吗 你好王姐 我出去来看没有车我就回来 哈哈哈哈 妹妹买什么东西 来 你不用帮钱吗 别换了 行行行 好嘞 王大姐51岁 李王大姐是扬州人 18年前随丈夫来到长春做电缆生意 李后自己带着儿子继续留下来做电缆生意 那你现在还做门店吗 没有门店 那这是咋卖 就是打电话送工地 不是有关系的客户 嗯 都是老客户送 累啊 搬货的时候老累了 这一箱是20斤的 你搬呢 送工地的时候你得卸货呀 装车 这家这块往车上装 到了工地得往卸货 你们雇人吗 没有雇人啥的吗 嗯 那个雇个车 司机 司机两个人搬 你雇个立工吗 没雇 在雇立工的话 没有人的啥 本来是现在利润可低了 你雇一个立工的话 有得好几时 而且大姐还卖保险 开网店 大姐平时就喜欢养小动物 自己养了六年的小狗走牛了 大姐还伤心了好几天 大姐从小就喜欢小动物 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 没有东西玩 我家养了老母猪 小猪猪跑出来玩 当宠物养 人说喜欢小动物的人心软 心善良的吗 善良的要不好 容易被人家利用 别人用做 几堂的 人家找你帮忙的时候 都说喜欢小动物的人都很善良 确实大姐就因为善良 失了不少亏 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善良 还把自己的婚姻葬送了 婚姻维持不下去了 大姐选择了离婚 离婚后大姐加入了一些公益组织 大家有点 查这个加入这个组织 我就想参加 那时候就原来在科技城里面 我就想着下班了 或者是业余的时间 帮她去照顾照顾老人了 或者干点活了 怎么的 那都没事干嘛 有很多消遣娱乐的方式 没想出这个事 就是想干嘛 想呢可能也是想帮助别人吧 或者干 加入公益组织后 参加各种公益活动 这样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充实 在各种工业活动里 大姐最喜欢去福利院 特别是去看望百岁老人 哪位是啊 这个啊 看得像一百多岁吗 不像啊像七十多岁 现在疫情就去了 嗯 不是疫情就得就去 反正我自己坐公交车去 坐公交车得两个小时了 他就为了可以去看这些老人 那我主意就是看他 然后呢没事他就想出去玩去 大姐喜欢百岁老人的乐观开朗 大姐自己也是哥乐观开朗的人 他就想找个实在的人过日子 就是踏踏实实的能过日子 然后呢 他说我喜欢旅游 就想找一个人 以后一块出去玩旅游了 有个吧 全国各地到处走走看看 可是这些旅游需要经济条件支撑了呀 对啊 所以今天找的另一半是经济条件呢 经济条件反正差不多就行 本媚指望人家大富大贵说实话 大富大贵人家不说别人 他心里有你心里没你 就算他有着精神跟你有啥关系 就像就像我那前夫似的 他给别人买包 买洋龙大衣 几千几千的话 眼睛都不得眨的 我就跟邻居出去溜达去 在逛街 五十块钱买件名牙 回来被他骂得狗血淋头 我只会花钱批这 有啥用啊 心里没有你的时候 啥都是假的 也许他看中张大哥 就是觉得张大哥实在吧 卢氏洪扬安排张大哥 与大姐见见面 两人刚见面 你好 王丽萍 对吧 咱往那边走 这是一个农民 你毛色不是 不是 最五十四 六七年的 大姐是六几年的 六九 差两岁 大哥对大姐的印象还不错 别人心里 哪方面 哪方面都不错 哪方面都不错 可大姐觉得大哥没精神 他们反正一般就是大中话的 反正就是感觉精气神这块 感觉像缺掉啥 没有那个神气 没有那种 对 像那种特别精神的 他哥这儿公园 已经等完俩小时了 可能是晒年份了 也许吧 再加上也有可能 就摄像机什么的 比较紧张 这样 我去调解一下大哥的状态 然后你再好好的 再感受一下 是不是 洪娘立马找到大哥 让大哥打起精神来 我是不耐 不善当的表达 这个时候 还要把平时的话都说 你要不说你该后悔了 大姐多合适 比你小两岁 是不是 这个性格 你俩这种都这种 妈有一口的性 我说话快 你再给我去 来找他家 他俩去找两块地方了 咱们要看见他 也就看见两块地方了 你要来 要是平常 你要我去卖豆腐钱 那你是到哪里了 一会我就能给他打成一片 谁让你打成一片 你不出的吧 你不买你豆腐 这个时候卖的 就不是普通豆腐了 那后边让他幸福 比豆腐重要 红娘啊 这一看两人就不合适啊 一个第一道道的农民 而且还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 红娘再怎么打起 也是鼓不起的 而大姐 虽然可能也是出身在农村 可毕竟大姐一直生活在城里 而且还是做生意的 肯定经济神都不一样啊 不过既然见面了 肯定要先了解情况 在红娘的打起下 不过还是有些作用的 大哥主动问起了大姐的情况 现在没有工作啊 有啊 做好啊 两份工作的 做好啊 回家自己的生意 完了做电缆线 然后我还兼职保险 还做 其实还有网店呢 你还开网店呀 没卖东西 那个网店里面有东西 反正有机会了我就卖点 卖什么呀 就是生活用品什么的 洗衣了 包括什么妇女婴儿用品都有 那里吧 那你平时都干啥呀 我就是种地 除了种地呢 除了种地呢 除了打了不理工 打工都做哪方面的呀 那个理工 那我这没有啥技术 年轻前也没学啥技术 就是做豆腐的 嗯 开豆腐房 东北人买豆腐我听过 那个刘洋里面 豆腐声音挺长的 那你去这么喊的吗 那我都不 咱东北呢 能这么喊的 都不一样 你是不是 那都没啥喊的 干豆腐 还是有点伟音 那不还是一样吗 那你听不出来 你还非得气 干豆腐 那那那 两个人聊得还蛮开心的 了解了大姐的情况 大哥提出了自己的顾虑 那有孩子还没结婚 这个孩子说离异 这个真的有点想 该了是吧 大姐是离异的 孩子又还没结婚 红娘赶紧说起了大姐的闪光点 但是没啥大哥 好像你就知道 很多人 业余生活没事了 说我跳广场舞去 我打麻将去 我家 反正干一些可能 不太有意义的事情 大姐她的业余时间 你想干嘛 人家两份工作的同时 还要开网店 而且大姐的业余时间 用来去慈善的协会 帮助复发老人了 看贫困的人群了 然后还有你在动物保护协会 她说这干嘛 我就用来打发我的时间 她也不会跳广场舞 她也不会打麻将 她没事也不会去逛街 她把她的时间 全用来做有意义的事 说好 是不是 这感觉打麻将的意思 什么叫打着灯笼难找 大姐这样 就叫打着灯笼难找的女人 真的 你差钱 差钱 差钱 就钱钱 出了钱啥都不钱 这就是大姐 那些事情 是说靠钱来做的 靠的一份喜 看大姐上那个上那个商朝门口去卖报纸 卖文报纸的钱 给那个生病看不起病的人 然后你上那个福利院里那些夫妇老人 然后给他们聊聊天啊 梳个头啊 那都是有没有关心的 哎 红娘啊 你这反苦心要懂的人才听得进啊 对于大哥来说 更重要的是没有天灾 庄家能够长得好 收成能好 至于搞木捐去福利院看到老人 那与他都没关系 后面两个人观点也是各不相同 开动物房 那后来怎么不开了 我那什么前妻去世了嘛 我个人忙不过来 那跟打工的话 那自己做跟打工也不一样啊 打工不都得看别人啊 都能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打工也难以 在我来说的话 我那个自己干 压力大点 我也不愿意打工 看人家脸色 这女不干 你给我走一圈大哥 你看他俩合适不 看看 看看 合适 我这行得多漂亮啊 这女的帅 长得漂亮 看 看了真是 这是咱们节目的重视观众 我走看 可以吧 出出吧 出吧 要不咱让大哥小院去看看啊 先别去了吧 起点啊 我下午看点那啥呢 看得去公司呢 大姐你不是说想去小院看看吗 问题是时间 去一趟的话的后几个小时呢 我知道 双眼我知道 6月10年回来 红娘本来还要安排大姐去大哥家看看 可大姐不想去 大哥也有点不愿意 于是红娘就要两人单独聊聊 那他们到底聊了什么呢 他还得管他儿子啊 他儿子要换房子 他得管 他儿子要换房子 跟他儿子要换房子 所以现在就是工地听众 他那个 他不好 所以还想干点别的 所以孩子觉得还是负担 还是负担 大哥觉得大姐的儿子还是负担 大姐就想让大哥治难而退 可能刚才也是被我吓到了 我一说我儿子对现在 我儿子他丈母娘对现在房子不满 要换房 可能也是把他吓到了 那实际上呢 实际上是这样是的 但是我没指望别人 因为你自己就要求够 我不够 但是我不会说要求别人 我会自己挣钱 我跟我儿子 我们自己是努力挣钱 不会要求别人 最起码我儿子最好 我最多是要求他爸 我不可能要求别人 跟人家没有关系 你平常要求人家 那你觉得吓着大哥 你讲不跟大哥说 你说他是要换 吓着就吓着吧 我不会用你 吓着吓着 这样也好 下次就吓着了 两个人都觉得 双方不是一路人 你不是一个导师 你说你们两个 我是安于老农民 没啥来钱 人家挺强势的 大姐还强势多温柔 人家能干 能挣钱 能抓钱 你是个思想观念这块吧 我说了我是爱责任的 他是那种很暗于现状的 如果他有一个那种积极的 那种思想观念的话 他的状态也不是这样 一个有一个积极心态的人 他就走路姿势都能看出来 其实 所以相亲只能到此结束 又有买卖 虽然说是别说啥 那是大事 你看他卖保险 但是那个网站 你说我就是种这点地儿 那个没有多少钱 你就看人家养啊 不用跟他说了 说不说也没用了 你看你告别也不跟大姐告个别 告别 他都打个招呼 我不想打招呼 不想打招呼 到的时候我就在想 为什么会想了解张天范大哥呢 然后 当时我做这个职业 我就想 但咱有一分幸福的可能 两个人有缘分 这可能就是千里一缘 比如说他可能带给人的那种安稳 那份深情也是你需要的 所以我就得让你们俩见一见 你真的不用觉得这个心里有多差 觉得你们俩有多大差距 真的是大姐看好你的这个 你的照片 你的资料 他全都看过 他主动联系到我们的职业 所以要以后要自信 知道吗 自信要有 好吗 行行行 那你不打招呼 就多好 那我就先走了 我那个愿望的 我到山羊 咱没有去 不让我能去 这两个人确实不是一个道上的人 大姐啊 你不要因为曾受过伤 就觉得要找个老实本分的 找对象这样的事 真还是要门当户对的 大哥 你也不要因为自己不如人 就觉得配不上别人 保持自信 相信自己 总有一个属于你的人 你们觉得呢 这期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 好吗 好吗